那么飞夷的第三个价值 科学价值 有人和我讲 你说飞夷有什么价值 我都相信 你说飞夷有科学价值 我就不相信 为什么呢 社会发展这么快 日新月异 飞夷那点科学价值 可能早都没有了 那为什么 我们一定要谈飞夷的科学价值 我和大家讲 飞夷它真的有科学价值 而且具有很重要的科学价值 刚才我和大家讲了 李肇星先生和非洲老国王的故事 那我再给你讲个中央的故事 中国民国时期 国民党的宣传部长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取消传统化 取消中医 那么有一次 他老丈母娘病了 这个时候有人给他出中医 说这样吧 咱们能不能找一个老中医来看一看 当然他不愿意 他一看他老婆生气了 马上就缓和了 说那实在不行就找一个吧 老中医到了 说你只要能把我孕母的病治好 要多少钱给多少钱 老中医说句话 他说我不要钱 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呢 如果我把你老岳母治好了 以后你不许再反对中医 这王丁文没有办法答应了 结果一记要下去 他岳母病好了 这就是中国的非无中匯 那么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我经常给大家看了一幅照片 一棵大树 现在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站到树下 你能想到什么 有人想 我想的树有多高 有多丛容多茂密 我说是 我说你再往深想 我肯定讲 树的高度 是由树跟植入泥土的深度决定的 它扎得越深 它树长得越高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一个道理 你只有把自己的根 深深地扎入到本民族土壤当中去 你才能够 知凡业貌 才能够迅速地发展起来 所以 咱们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 各国在保护非遗的时候 都是在这个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 那么可能大家想到一个原因 就是这个时候传统文化是最容易受到冲击的 当然这是一个原因 那么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 它每天都需要你创新 但是人哪有那么多的想法呀 那怎么办 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到民间去 看看我们祖先有什么智慧 看看我们祖先有什么配方 看看我们祖先有什么好的办法 你把它继承下来 再开放成一个当代产品 那么新东西不是出来了吗 所以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它不是简简单单的帮助我们认识历史 同时 它也会为我们创造新文化 新艺术 新科学 新技术 提供资源 从这个角度来讲 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讲 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那第四个价值 我们叫它社会价值 也就是说 非仪在推动社会发展 调剂人际关系 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当中 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比如说 这个照片讲的都是庙会的事 那么讲到庙会 我想更多的人都会想到 它是不是封建 是不是尼迹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很多庙会上 我们看到的是烧香拜佛 那么这个庙会它有没有正能量 大伙去官公的庙会 因为官公仗义 诚信 对不对 我说大伙去包公的庙会 因为包公讲法治 讲公平 讲民主 我说大伙去岳飞的庙会 因为岳飞爱国 宁波有个庙会 叫陀山雁庙会 这个庙会是怎么起来的呢 话说一千三百年前的唐代 这儿来了一个县令 叫王元伟 王元伟到了之后 他就四处的走访 在走访过程当中 他了解到 宁波这个地方 特别容易闹洪水 因为宁波海拔很低 也叫十米二十米 而一闹洪水呢 老百姓颗粒无数 他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 他就组织当地的老百姓 在陀山这个地方 修了一条堤坝 叫陀山雁 就把这洪水给挡住了 那自从修了这个雁 再就没有闹过洪水 但是也正因为修这条雁 把个王县令给累死了 那么按照唐代的习惯 如果这个县令生前 为这个县做了很多好事的话 那么他死了之后 是可以封为城隍爷的 那么于是呢 就有了城隍庙的庙会 宁波老百姓也是好样的 一个承诺 一千三百年没变过 年年祭祀他 所以我们讲 就是搞非物质文化 每一层保护 我们当然要保护那些非常漂亮的剪纸啊 年画啊 那些很有艺术价值的东西 但是只保护这些不够的 因为我们的传统年画 我们的传统教育 正是通过一张张剪纸 一张张年画 一则则传说故事 通过这个来教化老百姓 所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保护它的艺术性的同时 也要对它的社会性 进行很好的保护 因为只要把它保护好 那么我们就会找到 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 这一点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第五个价值 借鉴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祖先留给我们的 这是我们创造新文化新书的 一个重要源泉 我们把它保护好 我们就等于有了资源 我们就有了借鉴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 它是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那么都有哪些借鉴价值呢 比如说 对民间文学的借鉴 现在我们的很多文学艺术创作 从哪来的 从民间文学来的 那么可以说 这是中国文学创作的一个传统 你比如说我们看的这个三国演义 说罗冠忠写的 那罗冠忠怎么写的 它是根据三国制平化 是根据平书来的 而平书又从哪来的呢 又根据三国的传说来的 没有三国传说 哪有后来的三国演义啊 前几年我们有一部辩识连续剧 叫宰相刘洛国 怎么来的 就是个年轻人听到别人讲宰相刘洛国的故事 最后他把这些故事找来 最后编了一部电视连续剧 这都是对民间文学的最好的借鉴啊 那么现在在冯介财先生领导下 我们搞了一个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 这个工程做什么呢 就是把现在我们能看到传说故事 神话歌谣史诗 把它都找来 然后进行数字化 做成数据库 那么现在我们做了多少字了呢 十亿多字 做了一万多本的资料库 那么有人说这个有什么作用呢 太有用了 你再想些宰相刘洛国 这个电视剧 你就用不着到各大图书馆去查了 你上网 到了这个网站 打上宰相刘洛国五个字 一回车 千千万万刘洛国就跳出来了 所以 这个作家文学 对于民间文学的借鉴 是一条很重要的渠道 那么有人说 音乐能不能借鉴 当然可以借鉴了 你比如说 有一首小提琴独奏曲 叫梁山博于注音台 从哪来的 从乐剧来的 水浒传的片头曲好汉歌 从哪来的 从刘老了居大刚来的 民间小调啊 这借鉴不都非常好吗 那北京有一个乐队 是几个年轻人组织的 叫刘儿乐队 右手拿个勺 快一勺唱一句 快一勺唱一句 怎么唱 小小的枝儿啊 四四方方啊 东汉彩伦遭指掌 南京用他报仇段 北京用他写文章啊 画也对 他怎么该 我觉得很好啊 你看 连卖十三香的东西都能借鉴 还有什么不能借鉴呢 对民间绘画能不能借鉴 也能啊 你比如说这个 小家人扭扭捏捏出房门 一看年珠年华 把这青春年少的小女子的美 表现得淋漓尽致 能不能借鉴 能啊 你看 我们当代的艺术家 就是根据这幅画 画出的新的作品 你看 也有那个味道啊 但是他模仿的没那么好 没那么微妙微香 但是大致的意思出来了 对不对 这个是门神 中国的门神有个特点 什么特点 都是成对的 为什么成对 因为以前中国的门比较大 如果你做一扇门 那个结构就会有问题 慢慢就会搭了下来 所以开关门都不方便 所以古代的门 都是做成两扇门 那么为了不让妖魔鬼怪进来 不是贴门神吗 两扇门怎么贴 那只能一个门扇上贴一张 所以中国别的神都是一个 但是门神都是两个两个出现的 这是第一个特点 那么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门神 做的都是五大三粗的 要把整个的空间全部给你沾满 这要么鬼怪不是进来了吗 那这个能不能接近 你看这个艺术家接近得非常好 而且我觉得是好上加好 原来是一溪红衫 现在这个门神穿着一身的金色的铠甲 那味道马上就出来了 你看这个门神 眼睛都看不出来 两个眉毛粗粗的 说明什么 说明太胖了 太敦视了 太雄伟了 是不是 我觉得这个就是理解的恰到好处 这个就是对民间绘画的最好的结界 那么对于剪纸能不能接近啊 有人讲剪纸是最初级的艺术 你想几千年前就有了 那有什么好接近呢 那你看能不能接近 这是传统的剪纸 这是当代剪纸 化妆品上的广告 小美女 漂不漂亮 很漂亮 这种什么画法 剪纸的画法 你看这几张 多漂亮 能不能接近 完全可以接近 那么我们对传统技术 能不能接近呢 当然也不例外 我们历史上 有很多好的技术 可以说 都是我们创造新科学 新技术的重要源泉 你比如说现在 青海的金族藏药 做得很好啊 贵州神奇做得很好啊 那他们从哪来的 都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秘方 根据这些秘方 创造的新的产品